我要坦荡荡 绝对没有 林宏明面对询问态度 从容不破面露笑容 说自己坦荡荡 我相信我自己的人 谢谢 台北101大楼前董事长林宏明 去年才因为违反银行法等罪 遭判刑9年半 并科罚金2亿元 这回检调又查出 他在2003年到2007年 掌握中联信托期间 社情和弟弟 现任中华奥委会主席林宏道 共同掏空中联信托24亿资产 检调搜索红国建设 及林宏明等人住处 原本计划要约谈林宏明 林宏道 但林宏道正好驾帆船出海 兄弟两个人 只有林宏明导案复讯 会手致意再度爆发掏空弊案 遭搜索约谈 林宏明17号凌晨1点 以500万元交保 红国前财务总管蔡玉龙 以及红国前副总林南聪 各100万元交保 其他人也陆续交保 而检调也将会择日 再传林宏道来应讯 记者侯宇昌台北采访报道